搭載音效的卡片 它竟然出了強化組 NOSNOS 我是NOSNOS 我們叫GUMN 各位還記不記得我們之前有開箱過一個 搭載音效的卡片 它竟然出了強化組 所以呢 我們就馬上拿出我們的東西 這兩組就是我們這次變身音效卡的一個 強化套組好不好 我還真的沒想到這個竟然可以出到第二代 真的是非常的威猛 雖然魂商店那邊可能賣的不是這麼的好 但是呢實體店應該是賣的非常非常不錯 如果庫存很多就不會出第二代了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的強化套組 其他一共是有推出10張好不好 可是這10張裡面 5張是新規 5張是復刻卡片 看你們缺哪邊就賣哪邊就好了 然後我們現在快速跟大家講A區跟B區之後呢 我們先看一下A區 再看一下B區好不好 但是我們今天最主要還是要玩新規的B區 因為B區的卡片可是 舊級卡 然後呢這次的這個變身音效卡 就算它販售方式是以一張然後一包 這樣子不用抽 它上面是什麼圖像 裡面就是什麼東西好不好 所以呢是這樣的一個設計啊 所以到時候連這個卡包也是有 非常棒的一個收藏價值啊 這次復刻的騎士的話是 Decade Flyce W Ord Beeridle 非常大熱的一個騎士啊 復刻這一頁我希望是蠻不意外的好不好 而且重點是呢 他們都有全新卡組真是有過帥的 然後呢我們這樣快速的給大家看完封面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它裡面內裝的卡片好了 因為本體才是重點 Decade 跟上次的風格完全不一樣 採用直立式的卡片耶 直立式卡片的優勢就是 你可以看到這個騎士近乎全身的一個狀態啊 一樣這邊的話有腰帶名稱 然後這邊一樣有它的腰帶 而且這邊是腰帶這邊還發出一個Decade的一個標誌啊 然後呢再來是我們的Flyce啊 Flyce的話這個狀態就算是預備發動必殺技的一個狀態啊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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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樣有Flyce Phone 跟Flyce腰帶的一個名稱 再來是Kamen Rider W 這邊的話可以看到W有一個經典姿勢還有Double Driver 然後呢再來是Double Driver的一個圖像 喔 欸這張Builder有喔 比上次那張還好看好不好 中間的話就有剛變身完畢 身上還在冒煙的一個Builder啊 然後呢再來是Builder的一個腰帶名稱 然後下面的話有一個創造驅動器 這個圖真的超優的耶 BEST MATCH O Dana eigenlijk Protection Lid ар như jullie radiation 再次是Kamen Rider Alls 後面的話有大拖把 然後這邊的話有個大拖把形態 所以是 Church's B kardeşim 還有我去VWork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觸發音效啦 但是音效方面的話就像是跟原版一模一樣 所以如果你們上次沒跟到 剛好這次又有你們想要騎士的話 這機會都有復刻所以可以考試進行購買 這邊這個看完之後呢 這才是今天重點啦 終極卡好不好 這一次的這個強化系列就像收入了 我們鳥連的一個歐姿 算是非常經典的一個型態 Udeki Gamer Ground Zero 誒我得要很期待這個到底是什麼影像 Kamen Rider Zero Two 唉唷 這次還收入了一個高潮電王啊 我們這樣子快速的給大家看過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一包一包拆開來看 給大家看一下內部的一個實體卡片 因為呢這次的這些圖像 誒都超帥 第一個的話是我們鳥連的卡片啊 哇這張好威喔 後面畫一個裂掉的一個Taka 正中間站著我們這位騎士 而且這位雙眼還發光 然後背景的話是一個 火紅色的羽翼所包圍啊 哇好讚好讚好讚 有沒有 這種滿版卡片真的是看起來非常非常之優啊 它歐姿上面硬幣直接變鳥連了 然後我們講完之後嘛 我們現在就馬來進行一個 変身 它是用CSM規格的音效耶 那尾音非常非常明顯 而且聽起來非常非常清晰啊 這個點我覺得非常非常優秀耶 我們上一集玩的時候呢 有一些音效它中間的插入過程都被省略掉了 但是呢這個的話有新增刷刷球帶的基因耶 官方真的對於歐姿很用心耶 而且它上面這腰帶圖像應該是採用CSM規格的圖像 因為它的袋子好不好 它上面這三枚硬幣啊 其實硬得非常非常清楚耶 這個點我覺得算是非常之優秀的 來各位再來是HIPPER UDECI 喔齁齁 它後面有一個被流星包圍的一個UDECI啊 然後整張卡片是金光閃閃的耶 如果它能做的雷亞卡可能會更酷一些啊 但是我個人覺得整個滿版看起來已經夠爽好不好 這邊還有一個無敵狀態的一個遊戲驅動器啊 然後下面這邊的話也寫著遊戲驅動器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馬上進行一個黑系 好讚好讚 欸很久沒有聽到UDECI GEMA的一個音效啊 不錯不錯不錯 然後呢它的整個音效清晰程度非常非常之好 你就用手機播好不好 所以呢當然會比較好也算是很正常 然後它本身收了音效的音質也算是不錯 唯一的缺點就是 它沒有像鳥人鴨有代基因啊 這好可惜喔 因為呢UDECI的那個代基因是非常非常之帥好不好 而且很震撼的那一種 再來是我們的GRAUNDO GIO 欸算是我今天最期待的音效卡嗎 上面的話就一個GRAUNDO GIO啊 身上雕刻各個騎士的一個佛塔 長得跟光明燈一模一樣啊 嗯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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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圖像印的超級清晰啊 所以呢你還可以用這張卡片去對它的位置啊 這邊外有一個插了GRAUNDO GIO的一個腰帶 那我們繳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幫它進行一個 HANDSHIN 等於是有機會 快點! 1點名的 GROUNDO GEO果然不懂反響啊 我要再說好扯喔 因為呢我當初聽DX版的時候呢 我沒有聽到這麼多的細節 原來它在這個變成的音效裡面加入了非常非常多那種小細心的音樂啊 要不是觀看能出這張卡 我還真的不知道有在GROUNDO GEO裡面音效這麼的豐富耶 這張卡我根本就算是蠻值得收入好不好 因為它裡面的音效真的是聽起來比DX版好太多了 我們從這邊可以看到這邊是插入GEO的錶頭 然後這邊再插入GROUNDO GEO的錶頭 而且還是剛插入的一個狀態啊 因為這邊有個箭頭 然後呢再來是我們的CAMEN RIDER ZERO 2 然後呢它上面的話有一個彷彿圍巾般的ZERO 2餐飲啊 周圍包覆著科技的閃電去移表示它速度非常非常之快 然後呢這邊的話就可以看到我們的ZERO 2 DRIVER 就像ZERO 2這張卡片我個人覺得它設計的真的是那種簡單俐落的一個風格啊 然後呢我們現在就幫它進行一個黑心 覺得其他咱們綁起來 就成功也會失去 CAMEN RIDER ZERO 2 CAMEN RIDER ZERO 2 CAMEN RIDER ZERO 2 诶,这个听起来真是比DTA版清晰非常的多 RELOTO的待遇太好了吧 人家可能顶多只是多一个待机而已 它是连前面打开钥匙的音效啊 全部都收在里面 不愧是官方的亲儿子啊 非常的威猛好吗 再来是今天的重头戏啊 高潮电王好不好 这本话就可以看到脸睛裂开的一个淘泰洛斯啊 然后身上的话有龙泰洛斯、金泰洛斯、普泰洛斯 全部插身上超级无敌帅 虽然在这个状态下会有点失控就是了 然后这本话有装上凯塔洛斯的一个电王腰带啊 因为这个型态的话就是要倚靠降机的一个变身 这张卡片设计的话也跟RELOTO屏于那种比较简约风格的设计啊 非常俐落 完全凸显出它身上非常多的一个元素啊 然后呢 我们讲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就马上来进行一个 Headshin 我以为它会收超长 就意外的短耶 我以为它会收像电视一样归一个人家 那样裂超久的音效 结果也没有好不好 比较偏向于DX版本的音效 我个人觉得啦 没有像巨端那样这么的帅 但是它一个值得加学的地方是 它有收入 有这样四个人按键全部按过一轮的一个音效啊 嗯还算是OK 它这次的这个图像啊 感觉比较偏向于CG耶 不像是用食品拍摄 这让我蛮惊讶的 我以为它这个会拿CSN的食品进行的拍摄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 第二代补充包的一个开箱好不好 这次收入就要一半复刻一半强化 我个人觉得复刻的部分就是见仁见智的 喜欢的或是有缺的在买 啊但是强化的部分的话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激推好不好 尤其是Grounder Geo啊 鸟连啊 我觉得Combinator系列的卡片设计 都非常非常好看好不好 不管是大乱斗啊 还是这种卡片 或一张比一张还好看 而且加上这种卡片是满版的 我超级无敌爱 一张也才一百多块而已 所以算是蛮值得入手的一个道具 好吗 好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comment来的 谢谢如果喜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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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